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一对年轻夫妇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 提醒广大市民不能把小孩一个人锁在车内 锁在车内时间长了可能产生空虚窒息 压下去 这如果是玻璃就会破掉 就碎裂 多亏了这个破窗的仪器把两岁女童及时救出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粗心的妈妈下车到超商买东西 把遥控锁留给女童玩 才转眼的功夫要开车门 糟糕了 那个车子是新型的然后是气密的 开锁的她在那边已经忙了将近十分钟 她没办法把车门打开 眼睁睁看见女儿坐在前座 但起来锁降 试了又试却怎么样都无法打开 外面气温26度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母亲真的急死了 女童在车内闷了快半个小时 再不救出来恐怕会发生热衰竭 里面是没有空调了 那外面太阳的温度 再这样照射的话 小女团的生命状况 会越来越不稳定 空气会越来越稀 不要可怕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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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可怕 不要可怕 一会妈妈就过来了 民警刚把孩子抱出来 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士跑了过来 民警询问得知 此时距离女孩妈妈离开 竟然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经过抢救 被困的小女孩目前已无大碍 yddaana 国家 狗狗狗独留车厢 水只苟狗只剩 hit 还11 只身够 其余τικ同学 五首6,927,11 找狗主 用開風扇降溫和餵狗飲水 兩小時後,狗主才回來 我們現在開車開到目標以後 我們現在車子已經停好 我們熄火 那熄火這時候就下車 也許忘了後面還有個小孩 或是有攤時間就把小孩放在車上 這時候車子的情形就會離職 叮叮叮 就有告訴我們 如果說我們裡面有駕駛者在晃動 或是有活體 那他在晃動的時候 我們的紅外線就會感應得到 那因為我們紅外線是人體 活體的一種感應器 所以只要有活體它就感應得到 不會因為紅外線角度或是光線的問題 而造成誤判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說我現在裡面有人在晃動的形形 它就會開始作動 好的我們紅外線已經亮 因為我們用燈光來顯示 紅外線已經作動 這樣子比較明確的 在拍攝上過程會比較明確 那我們 我們如果紅外線感測到人體的時候 我們在車外用燈光 也顯示讓其他的駕駛者 或是本身駕駛者 或其他外面的一些乘客 能知道說裡面有人 車子產生了問題 有活體在裡面